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 第一位請周春梅委員發言 發言時間為10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學友專家 各位同仁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學友專家 剛剛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同時也就相關的爭議 做了一些事宜 過去申請大法官解釋 憲法適用的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 應規範過於減要鬆散 導致大法官仍然需要 參照憲法還有憲法 增修條文及其他解釋文的 意旨進行適用 在實務運作上常常 發生爭議 歷經多年的討論立法院在去年 年底通過了 憲法訴訟法 總統在今年1月4號也公布 依照該法的規定 將在公布後3年後 也就是2022年1月4號來施行 取代目前的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 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在於人民 可以就個案來申請大法官宣告違憲 再一個突破也就是我們在上一次 有關於就七位大法官 包括司法院院長 包括司法院副院長 還有其他五位的大法官 我們在做庭民同意的審查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那本次修法也確定了 引進了裁判憲法審查的一個心智 一般稱為憲法的訴願 人民對於不利的確定判決 如果認為抵觸憲法 將來可以依照新法 來向憲法法庭來申請救濟 本席今日主要就未來憲法訴訟運作上 可能面臨的問題 以及目前事件事務運作上觀察到的問題 總共有五點 來請教於被提名人 還有今天的學者專家 第一個就是在於憲法的重要性及受理標準 這些被提名人 四位被提名人如獲認成為大法官 未來將依憲法訴訟法 組成憲法法庭來行使實權 可以預見的會有不少的案件 湧入憲法法庭請求大法官的救濟 但是依照憲法訴訟法的規定 並不是每件確定的判決 與憲法抵觸的案件 都能夠獲得憲法法庭的受理 而是必須要案件具憲法重要性 或為了貫徹申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才受理 所以我想請這位四位被提名人 將來在審查的時候能夠具體的說明 第一什麼是憲法的重要性 第二在被提名人學術或實務的工作生涯中 有沒有曾遇過什麼樣的案件 是可能符合這個受理標準的 第三又被提名人將以什麼樣的基本立場 或態度來解釋憲法的重要性 而讓應該受救濟的案件受到憲法法庭的實質審理 第二個問題我想要請教的是 如何透過大法官職權行使保障人民的權利 觀察近六年的解釋件數 在2014年是10件 2015年是8件是最少的一個年度 2016年是9件 2017年是16件 到目前今年為止大概也只有5件到6件 那在這樣的一個解釋效率下 總共這幾年都不超過20件 在這樣的解釋效率下 顯然不足以承擔憲法訴訟法 所賦予大法官這項性的職權 想請教這些被提名人 有什麼具體方法可以改善大法官的職權行使效率 才能夠真的透過此項的新制度 來保障人民憲法的基本權利 另外也要請教的 被提名人會採取什麼樣的標準 讓最適合的案件進入憲法法庭 做出影響深遠的標竿性的判決 第三 在尊重國會這個部分 我們從過去大法官解釋的實務經驗分析來看 大法官不僅只有針對特定的法律條文 做出是否違憲的解釋 並時常在解釋的理由書中 以病與指名的方式 對相關機關的政策與法規提出指導意見與檢討方向 觀察這三年來的解釋 理由書中出現病與指名四字者 在2016年裡面有七件的這個 2016年裡面有四件 2017年有七件 2018年有六件 其中涉及政策指導的分別有三件 六件跟三件 就是在2016有三件 2017有六件 2018有三件 我想這個部分存在於司法權跟立法政策之間的權限 應該如何劃分 如果法律本身沒有違憲 大法官該不該對立法政策匕首畫腳 要相關的機關做檢討 這是本席關心的在司法權跟立法權一個權力分證 還有機關權限尊重的一個方向提出來的討論 第四個問題 關於協同或不同意見書 過去幾年 大法官在寫意見書的風氣十分的興盛 每號的解釋動輒近十份的意見書 最近一份777號關於造勢逃逸罪的憲法解釋 15位大法官出具了14份的意見書 除了張瓊文大法官以外 其餘大法官皆有出具意見書 針對此種的現象想請教這些被提名人 也想就教育今天參與的學者專家 這是否是一種好現象 意見書這麼多 就大法官解釋本身的解讀有沒有幫助 這是不是反映出個別大法官對多數的意見都很有意見 而無法容易達成共識 如果有這樣的現象 你認為身為大法官成員之一 應該在案件的審理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接下來第五個問題 我們想就教的想要討論的是與社會的對話 大法官是司法金字塔的頂端 做成的決定影響深遠 但也是一般民眾難以觸及的 解釋文跟理由書 即便是法律專業人士 都要非常認真地看 仔細地看 才能夠體會其中的違言大意 所以想請教這些被提名人 還有今天的學者專家 你覺得應該如何讓大法官的解釋 更容易被民眾所理解 解釋文應該更白話嗎 還是要用什麼方法來讓民眾更能理解 以上五個問題是我們就整個一個憲法訴訟 將來一個制度的施行 還有目前憲法的這個事件上面 我們所觀察的一個問題 今天總統提名的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在他們的這個領域上面都學有專精 謝敏陽教授是在智慧財產權上面是權威 另外雅惠卿院長是在常年於從事與審判 在行政訴訟上多有琢磨 另外蔡忠珍蔡部長 他是這個憲法及法學上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在在台灣領域上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士 我們也很欣慰他能夠來擔任這個大法官 另外呂太郎呂秘書長 他更是常年於在司法改革上面 有一些很重大的一些這個奉獻 那在上一次的大法官提名裡面 因為有院長跟副院長的一個提名 所以我們著重在司法改革上面 那今天這四位被提名人 呃除了大概我們就是琢磨在一個憲法 將來訴訟制度的運作上面 希望這四位在學友專精上面 也能夠就整個憲法訴訟的制度的一個推演 將來的一個有效的運作能夠做出一個更有效的一個奉獻 那當然還有民眾關心的一些問題 我們也接著會在將來的一個兩天 接下來要繼續審查的兩天裡面 來提出一些呃審查 包括於說人民對於法院就具體個案的良刑 這個部分我們台灣我們的司法院 可不可以參照仿效美國英國這些國家 對法官有具具居數力的良刑的準則 這樣的一個制度的提出 如果將來台灣真的仿效這樣的制度 而定頒了這樣的一個良刑準則 你認為是否侵犯了法官依憲法獨立審判的權限 而有違憲的疑慮 另外在國民參選裡面 在社會的討論 還有在相關制度的一個準備上面 都如火如土的運作 那這個相關的法案也已經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委員會也做過多次的審查 但是在社會裡頭還是存在著說 對於非職業法官單獨或參與案件的審判 並做成決定的國民參選的制度 是否違反了我國憲法的規定 我想這是一個有關於司法改革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制度的運作 目前相關的法案也在立法院在進行的一個審查跟討論 所以也想就這個具體的一個法案的問題來就交於這些被提名人 我想今天非常感謝許多專家來參與這個 公聽會的一個審查 讓我們的公聽會的審查更具完備更具周演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審查 能夠為我國這個將來提名的這四位大法官的一個被提名人 我們做一個有效的監督跟有效的提醒 謝謝大家 謝謝周村米委員 接著請周辰秀霞委員 好的 謝謝院長 各位學者 專家 大家早上好 關於這一次的我們這個行使大法官同意權這個公聽會 大法官他雖然並沒有直接直施民事刑事或者是行政訴訟等等這些審判的事物 但是他的行使職權以及影響是遠交於法官就個案裁判更具深遠及廣泛的 同時更具有引導法律修正的功能 那對於人民權益保障以及司法改革相關議題也是有直接以及間接的影響的 所以大法官不能夠有偏頗的立場跟價值觀 一定要秉持公正客觀 我們從過去大法官釋憲的案例 就可以發現有許多侵害人民權益的法律以及行政命令 或者是法院判例都曾經透過釋憲方式 確定違憲而修正或者是廢止 那過去大法官釋憲結果也發生所謂的造法 例如四字的第175號以及限制立法侵犯人權的結果 例如四字的第384號 尤其對於人權保障貢獻甚多者 例如圍警法法的第251號以及警察領檢限制的第535號 還有將公務員以及軍人逐步由法治黑森林脫離的四字 第298、312、338、323、396、430還有436 這些解釋都是喔 但是視線案例也不犯諸多相怨或者是惡例 例如四字的第76號 對於國大與監察院並列國會之解釋 四字的第31號為萬年國會取得法源依據的解釋 還有四字的第68號及第129號 就位置守或證明脫離判亂組織 視為繼續參加的解釋喔 這其實是有違反被告並無自證無罪義務原則的嫌疑喔 那還有四字的第105號承認出版法 對於原論自由的限制的解釋等等 雖然得以時空背景以及政治環境理解之 但是它影響也不容忽視 另外四字的第419號解釋 對於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這個問題 則是欲抱琵琶還遮面 留下了憲政爭議的伏筆 也印證了外界所謂司法欠缺價值觀的批評 因此本席認為大法官提名的過程 以及提名人選是否合於攸關國家人民的福祉 所以不應該謹就政治面操作爭議問題是之 既然大法官不僅抽象解釋憲法及法律原則 行使職權結果更是直接影響一般人民的權利義務 因此擁有顯赫之學經歷背景 不應是作爲被提名人 當然唯一的條件 更需要就其人格操守以及奉行信念 還有他的價值觀傾向 予以高標準的檢驗 因為提名人將來擬由全民賦予職責 不只是攻其為座高牆之內 享有從容地位的釋憲者而已 更是被期盼引導國家憲政發展 乃至為民主法治深層奠基以及人權捍衛者 因此大法官地位不亞於任何民選的首長 基於民主憲政理念其自無特權豁免於代表民意的國會審查 本人認為國會或者是民意對於大法官之提名人選 應該要有一定合理的審查機制 並且反對以橡皮圖章的方式要求國會來背書 同時也斗膽深深期許大法官提名人 應該要無際於外界審查與挑戰 而勇於表達其理念跟價值觀 當選以後更要積極的扮演促進司法人權保障 以及為司法改革之法律理念奠定法治基礎 以彰顯司法之價值 而非相怨規避職責或者是以政治取向來屈言覆視 司法院是一個憲政層級的獨立機關 應該要獨立行使職權 不要受到政治的影響 但是實際上呢 從上一次蔡總統所提名的七位大法官來進入司法院以後呢 政治複雜的痕跡是屢見不鮮的 例如駁回立委對前瞻建設條例的事件申請 駁回監察院對免改事件的申請 以及對不當黨產條例的事件案的拖延不處理 這些都是讓人質疑大法官會議的公正性之所在 過去民進黨口口聲聲高呼民主 但是實際上呢 卻把政治當成是捍衛自己權利及利益的工具 本席不樂見這樣的事情仍然巨細的發生 所以本席要求針對學者民間以及立委的提問 提名人一定要懇切的回答 這樣才能夠提升國會審查與憲法解釋的素質 疲於台灣憲政人權保障與司法公益的發展 最近準備召開關於軍公教年改事件案的延遲辯論庭 雖然我知道幾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不會參與到 但是這是我們親民黨團所關注的重大議題之一 親民黨團的立場呢 一向是認為我們支持改革 但是改革一定要有方向 特別是在年金改革的過程當中 對於過去政府所承諾的事情呢 這到底是哪些政府是應該要負的責任 而哪些是基金本身應該要負的責任 這些我想都應該要把它理得清清楚楚 再者年金改革所產生的後遺症是對整個文官體制的破壞 讓優秀的人才對於近來工部門的服務 產生了猶豫跟不安 我們一直強調軍公教人也是支撐中華民國最重要的骨幹力量 但是今天你把他們的退休金砍了 不僅僅是影響了士氣 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對中華民國的政府所做的承諾 產生了質疑 這才是國家最重要的危機 在審查的時候呢 請提名人要來表示一下你的見解 那最近這幾天的長榮航空的勞資糾紛 罷工是越演越烈 罷工其實它是勞工的權益 交通部認為國內的法規對於罷工議告規範是不明確的 工會取得了罷工權以後呢 旅客不知道工會什麼時候會來進行罷工 後續的行程也非常的難以安排 所以主張修法明定罷工的預告期 在審查的時候呢 也請提名人來表示一下見解 當法官是法律最後的良知啊 肩負著視線重大的責任 心中必須要沒有藍綠 要秉持無色覺醒 堅持司法獨立審判 本席期盼大法官們 未來在裁判法令是否違憲之際 都能夠超越黨派 不要讓憲法法庭成為一言堂的機構 喪失了司法天平的公正性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周辰秀霞委員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首先感謝喔 今天列席所有的學者專家 波榮 前來參加這一場 有關於大法官審查 的公定會 那 我必須要說 在禮貌上 我應該要說啊 各位所表示的高見 都會成為接下來本院審查的依據 但是實話說 會被參考的並不多 我知道這樣講 很傷感情 我為什麼這樣講 2010年 10月4號 也是在這個場地 那個時候進行馬英九 所提名大法官審查的公定會 當時還在中央研究院任職的我有幸 也列席作為學者專家 我在那場公定會裡面 我說了 這個職位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職位的重要性 因為我想要說明的事情是 我那個時候 對於 馬英九時期 大法官的審查程序 到底是怎麼在進行的 我有非常強烈的批判 過去 非常多的公民團體 包括學者專家組成了大法官監督聯盟 一而再再而三的對這件事情提出要求 那個時候列席 立法院公聽會的我還是一個學者的時候 我也提出過相同的主張 我說我們看一下當時美國歐巴馬總統 提名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卡格女士 出任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時候 他們的參議院是怎麼樣在進行審查程序的 參議院的司法委員會是怎麼樣 整整花了四天的時間舉行公聽的程序 而在公聽的程序以前 又要處理哪些嚴謹的程序 我們的國會 到底對於這麼重要的位置 是採取什麼樣的審查態度跟審查密度 對於這項任命 司法院最高職位的慎重性與尊重感 還有全民對他的期待以及要求 都可以從這個審查程序裡面反映出來 當初我所批判草率 要強度觀山要護航的程序 那個時候 8月24號總統提名之文 我講的是2010年 8月24號總統提名之文 送來國會 舉行公聽會的時間是10月4號 那不管怎麼樣 也過了一個多月 這一次 我們的大法官提名作業是怎麼做的 我們大法官的提名作業是 5月29號總統府公佈四位大法官 結果 按照目前執政黨所排定的議程 我們竟然在6月27號 就要進行大法官同意權的投票 這個是像過去 糟糕的例子看齊嗎 這算是有司法改革的決心跟擔當嗎 這算是我們要提名 讓人耳目一新的大法官 國會應該要有的審查程序嗎 有一些公民團體的朋友很有道德勇氣 我知道學界的人啊 不太喜歡得罪人 我自己當過學者 我也知道了 學界的人不太喜歡得罪人 特別是要得罪那些 以後要當大法官的人 以後自己在法學界前途堪移 在學界的人完全都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但問題是 這個社會不能夠只有 向權力屈服的知識分子 這個社會需要有用一致的標準 我過去怎麼檢驗前朝 怎麼批判的 我今天就用同樣一個標準來檢驗來批判 而不是因為過去的那個總統我反對 我嚴加批判現在的總統我支持 所以我放誰還假 我相信今天坐在這邊 所有的學者專家都有一樣的風骨 否則各位大可不必 都是有名的教授律師 花這個勞力時間費用 領取本院 我覺得微薄到有一點讓國會羞愧的出席費 坐在這邊一個早上 我希望你們針對這個審查時程 這一次的國會 這一次四位大法官審查時程的排定 是不是辜負了過去 大家長久以來 對於大法官審查時程的批判 甚至我更具體的講 這個時程之短 我現在還找不到潛力 沒有短程這麼離譜的 第二個 我也希望各位審查的學者專家 能夠讓台灣社會有一個清楚的基準 什麼基準 我們期待的大法官是什麼 有憲法專業的素養 有具有人權的理念 還有什麼其他的要件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一個平庸的法官跟法律人 還是要有一個超水準的法官跟法律人 我現在不是在做法官臨選 我現在是在做大法官的審查 是平庸的素質 在司法體系裡面乖乖排 聽話 屏步清雲 一步一步往上走 然後看他的審查資料 沒有貪賭 那以目前可以掌握的資料也沒有關說 這樣就夠了 還是還要其他的條件 我為什麼這樣講齁 我講得更具體一點 這一次被提名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院長 楊院長楊慧欽 我看了他所有的經歷 他是一個好法官 我相信啊 在行政法院體系裡面 一步一步往上爬 當院長沒有關架子 待人很和善 然後常常辦說法案件 這個大概是我看完了他所有的資料以後 他給我的印象 但是我心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是 這樣就夠了喔 這樣就夠了嗎 如果這樣是夠了的話 為什麼是他不是別人 我最強調一次 我對他個人並無惡感 一沒有學術著作 沒有關係啊是法官嘛 那第二個專研稅法辦稅務的案件 結果幾十年下來 到目前為止喔 加上他一個說已經被接受還沒有發表的 在法令月刊上面那種等級的文章三篇 那大家對於我國稅務法院 大家長久的詬病是什麼 你有沒有站在納稅者權利保護的立場 為他們的憲法租稅人權而奮戰 我希望挑出來的是這樣的一個大法官啊 但是我終關所有的紀錄我看不到啊 他所服務的 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以前的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在批判的事情一樣啊 就沒有憲法意識啊 聽稅官的話啊 按照那些行政函事啊 導致在我國的租稅案件裡面 納稅者敗訴的比例高到嚇死人 變成駁回法院 那這樣子一個在這種體系裡面 一步一步往上升官的人 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說 從他過去的經歷有展現出 為租稅人權奮戰的紀錄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要提這樣的大法官 是未來人家在 申請違憲審查的時候 以前駁回習慣了 到大法官繼續駁回 這是我們要的嗎 第三個事情 這個就有針對性 我對於現在的司法院秘書長 呂太郎先生 被提名為大法官 我對於 呂秘書長在民事訴訟法上的造詣啊 我沒有意見 寫很多文章 也參加民事訴訟法研討會 以前我也是民事訴訟法研討會的議員 願意參加那個研討會 在那邊接受拷問的 都是有一定膽識以上的人 但問題是 當他做一個司法院的秘書長 在司改國事會議還沒有決議的時候 竟然透過黑箱 大會還沒開喔 他已經黑箱組成了一個 所謂的參審制修法小組 開始擬條文 欺騙社會 欺騙所有參與司改國事會議的人 搞這種黑箱的司改 完全背棄了這個人民以及社會 對於司法院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要有的託付 這樣子的人適合當大法官嗎 這個是為權力而服務 還是為了人民有期待的司法改革而服務 我也歡迎所有與會的學者專家 針對我所提出這麼具體的問題 提供大家高見 大家可以說 呂太陽在做的 是每一個秘書長都會做的事情 他本來就是要為權力服務 現在我們提名這種為權力服務的人 當大法官剛剛好 那以後大家有樣學樣 時間的關係 主席已經站起來 我尊重其他委員發言的時間 那非常抱歉喔 因為現在正在進行非常重要法官法的協商 我作為黨團的代表 我一定要趕回去 但是今天各位的發言 一定都會列入我非常重要的參考 謝謝 謝謝黃委員 接著請陳玉珍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媒體先進去 大家早 今天我們立法院 針對總統府送來 這四位大法官被提名的 進行審查這個公聽會 在進行審查之前 我們必須開中民的 針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先建立起一個衡量的標準 並且據此的標準來進行審查工作 然後我們這樣才會有審查的意義 就本席來說 更認為大法官的屬性要超然 提名人選更應該要超越黨派 秉除政治考量 回歸中立與專業 以確實辦好憲法 與民主守護者的角色 對此 應該秉持著專業 及對視不對人的兩項基本原則 考慮人選至少應該符合下列四項準則 第一個 應該具備法學權威專業能力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被提名人必須要有足夠 能善盡其視線職責的專業素養 才足以提升憲法解釋的品質 第二個呢 就是要認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身為大法官的提名人呢 被提名人呢 必須具備對中華民國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有基本的忠誠 能夠捍衛憲法 尤其對於中華民國憲法 所接諸的國家定位問題 必須要正確理解 以免帶頭破壞憲政 第三 被提名人必須具備基本的人權保障意識 我國人權保障品質 雖然歷經政黨輪替 但實際上表現能不盡理想 所以被提名人必須具備 捍衛人權保障的 基本的條件 第四呢 當然就是 個人的人品操守要符合社會期待 大法官是我國憲法首負責的角色 從事捍衛憲法的最後防線 如果因為人品操守不良 無法符合社會期待 將會嚴重損擊大法官的權威及公信力 因此遵照前面四項準則 本席認為至少有三個問題 三個題目是每一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都應該具體回答的 第一個 各位被提名人是否認同 認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 所接諸的國家定位 第二個 您覺得在當前的憲政體制下 還有哪些人權保障的事項 急需落實 第三個 這四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個人過去的言行舉止 是否可以接受國人的公開檢驗 所以我們舉例來說 當我們看到 我們謝明陽教授 他曾經說過 台大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那在這個同時呢 我們也要請問這個 我們貝庭倫謝教授 同樣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陳水扁 台大有沒有把他交好 我們謝教授會不會用同一個標準來批評陳水扁總統呢 第二個 我們看到那個蔡中貞 蔡中貞被提名人在考選部長任內 有對於有考試委員想要將憲法佔比調高 確招拒絕 這個是不是意味著我們 蔡中貞被提名人不重視憲法 同樣蔡中貞女士 民間團體也曾經提到說 她曾經在1997年發文 發表文章表示 是反對婦女保障名額制度 理由是說 女性受到的保障名額優惠的特權待遇 她認為這個是一個特權待遇 那這違反了憲法第七條的平等權 那蔡中貞女士這樣的見解 對於人權保障乃至性別平等 這是正面還是負面 而這兩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又恰恰好曾經擔任過 民主進步黨的仲裁委員會的委員 那因為他們擔任過這個職位 難道我們這個社會各界 不會對他們的意識形態 或是政治立場產生質疑嗎 總結來說 司法院是憲政層級的獨立機關 應該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政治影響 但實際上 從上次蔡總統提名的七位大法官進入司法院以來 這個政治介入這個大法官會議的這種 斧召痕跡已經屢見不鮮 從我們立法院立法委員 因用未提名未出席表決 也就程序駁回立委對前瞻建設條例的事件申請案一看 就已經讓人質疑到大法官會議的公正性 民主進步黨跟蔡英文總統這種私心自用會導致司法院的沉淪 民主進步黨高呼的民主 看來已經成為捍衛自己權利跟利益的工具 身為這個監督政府審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職責所在的立法委員 我們會積極發聲 讓這個權利利益交錯的複雜關係現行 讓司法獨立真正發揮功能 我們接著會在後面兩天的這個審查會議中 再一一針對各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提出諸多的詢問 也這樣子我們希望可以真正選出 能真正捍衛憲法尊嚴 捍衛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大法官 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著請陳曼麗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專家學者 還有本院的審查委員 大家好 那我想是說今天有幸來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公聽會 那我想是提出一些的看法跟大家做一點交換 我想司法院大法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階 那當然就是說他也非常的遵從 所以呢他是經由總統來做提名 那所以呢我想在這個 提名小組對於這個專業還有人品的部分呢 應該是經過了一個初次的一個檢驗 那接下來呢我想要講的是 在今年我相信很多人對於大法官的那個 工作的非常的有感覺 因為我們在今年的5月17號 立法院三途通過了司法院 市至第748號的解釋施刑法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會了解到是說 因為我們的大法官在兩年前 他有一個試至748號的這個案子 那在我們的立法院裡面呢 當然也會開始來做這個準備 那行政院提出之後 由立法院三途通過 那我們對於這個部分呢 我們當然是看到了大法官的一個要求 對於我們整個國家的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就會了解到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是36年 民國36年公佈 然後在民國80年之後呢 就陸陸續續的有7次的徵修的條文 那這個部分呢當然大家對於這個 視線的這個部分也發現了 就是說它其實因為它的門檻非常的高 所以呢要做一個視線案 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案件 其實是幾乎是我們當代的碰到的問題 然後呢就是由這個當代碰到的問題 來做一些的討論 所以呢我其實在看各位 就是大法官的資料的時候呢 我特別會注意到 他們有沒有對於我們當代 需要去了解的一些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 他們提出過他們的看法嗎 他們有沒有提出過他們的看法 那因為呢我們知道說 大法官的任期是只有8年喔 所以呢他在他的這個任期的期限內 大概也都是當代啦 所以呢我想對於當代的看法 變得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我們都很關心氣候變遷 都很關心環保的議題 都很關心罷工的這個議題 甚至最近的這個罷工的案件呢 讓大家會深有感覺喔 出國啦或者是說在台灣的工作的這個部分 都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另外呢跟稅賦的關係 甚至呢是不是陪審團的這個部分呢 也有一些的就是我們都希望能夠了解到 就是說社會上關注的議題 對於這些大法官們 你們在這一段時間你們所能夠做的事情 甚至你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然後如果是說人民他提出一個釋憲的話 是不是都能夠讓這個在這個任期內 能夠得到一個一個解釋 那如果是說以這個司法院試制第78號來說的話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其實在1986年喔 大概30年前 齊家威先生他開始從事這個 法律這一個部分的事情的一個處理 政治也提出釋憲 到現在已經30幾年喔 然後到2017年 這個釋憲案才提出來 所以一個案子的釋憲要花30年喔 可能要經過好幾代的大法官的手 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處理 但是在這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要碰到一些比較有概念的 有性別概念的 或者是說有這個人權的概念的 他可能在這個部分才能夠做最後的 才能夠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要不然的話其實我相信對很多人來說 都會覺得是說他的那個釋憲案非常重要 但是呢好像處理起來並沒有是說速度很快喔 所以呢我想說在這個部分也增加了一些人 對於那個大法官到底在做什麼事情的這個疑慮 不知道到底是要怎麼樣來做處理 甚至大法官的績效應該怎麼樣來做制定喔 有的人也會覺得是說 到底是我們大法官能不能在這個部分 能夠讓人民更有感覺到是說 大法官的作為 那另外呢就是說因為我們也了解到就是說 大法官他在做這個 這個掌握名義的部分 我個人是非常在乎的喔 所以我想就是說未來如果還有機會做這個 呃說明會的時候 我希望大法官能夠說明一下 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的脈動裡面 他所關注的一些的議題 然後他對這些議題是不是曾經發表過 他的一個看法喔 那我想說這樣子才能夠讓人民 對他們的這個表現呢 可能就會呃比較有時代性喔 因為我想是說呃我們時代的一個需求 然後呃未來八年 他的任期裡面他到底要做的一些的事情 大概都跟我們現在社會是比較關切的 那所以呢我想最近呃 老百姓也非常注意到假消息的問題 那假消息的這件事情呢 當然就是我們行政院和立法院系統 都要做這個法律上面的制定 但是如果是說在大法官這個部分呢 也可以也可以呃開始做一些的研究 然後呢我們希望在這個事情上面呢 呃未來能夠大家一起來掌握我們的民意 然後在我們的有限的時間內 可以完成我們對於整個國家的這個呃 嘗試久安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專業的部分 他是可以彰顯 而且呢對於我們所有的民眾來說 大法官的重要度 他的位階 他的這個呃視線的一些的內容 我相信未來大家都會非常的關注 所以呢我想說這個部分也希望 在這個未來幾天都能夠好好的 再來做一些的溝通 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著請曾明中委員 好謝謝主席 呃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 關於這次大法官的提名 本席認為總統府所公佈的 世衛大法官被提名人選 政治考量過於明顯 提名有失公盈 以下就幾點提出說明 第一點民眾對司法整體的信任度低落 依照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所做的調查報告 我國人民對法官的信任度持續下降 比起上次調查結果 信任度調查結果下降了百分之1.2 達到新低也就是百分之21.9 僅兩層民眾相信法院的法官可以公正審理 判決案件 抑及有將近八成的民眾 無信任法官審理案件的公正性 而就政府全力推動的司法改革成效 民眾不滿意度也高達百分之80.9 另外依照司法院自己的調查報告 其中民眾對法官判決公正性的看法 只有百分之32認為我國法官判決是公正的 百分之63.1認為不公正 對司法的公安感 有超過半數的民眾對於法官能獨立審判 法官對所有當事人一視同仁 法官能盡力對罪犯做適當的判決 即法官能依法判決等議題都是不認同的 人民對司法整體勝任度低落 司法公正性在民眾心中存疑 主要是因為不違法官判決被敵人民的情感 也沒有建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同意標準 讓民眾難以信賴 另外最誇張的是 蔡英文總統在105年11月25號 施改國事會議籌備會上 取取司法不要再發生 有權判生無權判死的情況 身為總統 竟以如此超低標準 來期許司法改革 簡直誇張 非常的荒謬 可見就 蔡總統也對自己的司法體系 失去信心 要如何讓人民重拾對司法的信任 歷史是個多月的司改 司改國事會議 雖然已經落幕 但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 容未見好轉 甚至美況意下 顯見蔡政府的司法改革 完全失敗 完全失敗 另外我們來看看大法官的定位 依照憲法民運規定 大法官有解釋憲法 或統一解釋法令之全責 又依照今年三讀通過的 憲法訴訟法第一條民運規定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辦理違憲審查 機關爭議 政府總統彈劾 政黨違憲解散 地方自治保障 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等案件之審理 另外他的資格條件 依照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 大法官應具備法官 檢察官 律師 教授 學者或專家資格等背景 預局須有一定專業程度 及政治經驗 又依第五條民運規定 大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 獨立行止職權 不受任何干涉 因此大法官不會有太多的政治色彩 因爲公正獨立 超軟的角色 那我們來看看 蔡總統這次提名的 世衛的情況 就目前司法環境而言 人民對於司法信賴度非常的低 就大法官定位而言 大法官是憲法的首負責 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力 不下於總統、立法委員 及各地的縣市所長 國家所有的政治運作 都應以憲法為依規 簽以法和動全身 若大法官政治色彩過於鮮明 恐淪為政治打手 有害我國憲政秩序 更非人民之輔 本次獲提名的考選部長蔡忠貞 曾經擔任民進黨仲裁文會委員 十多年前就主張硬制定專法 處理不當黨產 而且對靈感的立場非常的偏頗 對於馬政府力推的兩岸胡茂協議 曾公開指責胡茂有賣台隱憂 我在這裡公開請教蔡忠貞部長 你胡茂的內容你清楚嗎 你還公開指責說胡茂有賣台隱憂 亂七八糟 在擔任考選部長任內 更將司法官及律師國考制度 改得亂七八糟 引發司法界的一片嘩然 卻還是獲得提名 未來他執事憲法解釋及審判工作 是否能超越黨派公正獨立 令人質疑 令人質疑 另外台大西平亞教授 在2014年太陽花學院事件時 曾宣稱我們真的沒把學生教好 台大沒有把馬英九教好 在台大新任校長管宗敏領選案中 時發起連署 也要求台大校長領選會重選校長 他基本上也承認 民進黨仲裁委會的委員 政治立場偏見 遠遠大過他的法學素養 他的鮮明的政治立場 令人質疑是否具備大法官 應該超然公正的資格條件 我只是類舉其中兩位 比較嚴重的情況 我的結論是 司法院是憲政層級的獨立機關 應獨立行使職權不受政治影響 大法官更是民主的底線 憲法的守護者 然本次大法官提領著人選 政治立場非常明顯 不僅令人懷疑政治立場 是否將凌駕於公正的法律見解之上 民進黨口口聲聲高呼民主 實際上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及利益 不惜利用一切手段 未來大法官心理職權 若帶有濃厚的政治傾向 司法一旦喪失應有的獨立性 沦為民進黨的權利機關 憲政體制將進一步扭曲變形 扭曲的權力還有社會爭議的實踐 也將失去最後的保障 因此對於蔡總統以政治考量提名的大法官人選 這四位大法官人選 國民黨團 國民黨團 強力反對 謝謝 謝謝 謝謝曾委員 接著請中嘉賓委員 好主席 那如果我用手持麥克風在 我有個power point 來這邊做個說明 一點時間 有個PPTT 好 那麼 這個聲音 聲音調一下好像太大了 好 那我就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本次的大法官公聽會 我關注的是大法官任期交錯制度被破壞 限制因為大法官握有視線權 那麼每四年配合民意機關 以確定 在原來的交錯任期制度當中 每四年就一定有同意權行使機關 經歷了民意的改選之後 可以來行使一次同意權 但是同樣的 每屆總統在四年任期任內 也只有一次 或者說只有提名半數大法官的權利 那由於大法官不得連任 避免同上同下 所以在任期交錯制度之下 他讓新舊交任有四年的重疊 以立大法官的經驗傳承 那今天我要談的本題是什麼 外界在談說 蔡英文總統在第一次 四年的任期之內 居然有提名十一位大法官的 提名的機會 超過三分之二 甚至如果說 這樣的一個視線 主導的視線的權力 是不是總統的權力擴張 那我們來問 這是誰造成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說 這個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憲法本文當中 對於大法官的名額跟任期 都沒有規定 事實上大法官是在司法院組織法 在1947年3月跟12月 3月制定12月修正 原來的名額是9人 後來的名額是17人 都是由第一屆當時的第一任總統 蔣介石所任命的 所以呢我們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沒有任期規定 所以9人沒有任期是終身制 法官終身制 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到美國的大法官 但是在1957年之後 我們看到了司法院組織法 做了第一次的權文修正 1936年3月的時候 而1947年3月的時候呢 司法院組織法只有12條 到了12月修正的時候 多了一條13條 短短的10年1957年的時候 做了第三次 而且是第二次權文修正 只多了兩條 多了哪兩條 多了大法官的任期為9年 繼任者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這個條文 以及大法官釋憲的額述規定 換言之1957年 司法院組織法 就兩個條文很重要 增加了什麼 任期的規定跟繼任的規定 一條 以及大法官審理 釋憲的時候的額述規定 好 那麼在1958年的時候呢 第二屆大法官上任了 這時候只留下三位 那我們看一下誰任命的 第一屆是蔣介石 第二屆也是蔣介石 在第二任總統任內 我們再往下看 在1960年 大法官釋制第85號解釋 解釋當時的第一屆國大代表 他的第三次集會 以一能應召集的人數為集會 因為我們知道 動員開論時期的臨時條款 讓我們國家的現任機關 因為中央政府破簽 一個不能改選的國會 已經重選第二次的總統 就是蔣介石的第二任總統 現在第三次國會要召集 有沒有辦法召集 總統要繼續連任 怎麼辦 好 所以呢 四字大法官的 一八數號解釋 解除了這個規定 所以在1960年3月的時候 第一屆第三次國民大會 順利的召開 首先通過了修正 動員開論時期的臨時條款 把憲法當中 總統連選的連任一次 接訂 拿掉 所以呢 蔣介石從一任總統 變成余佑任二任總統 到時候變成吳三連三任總統 所以我們看到了 從這樣的複雜痕跡 我們看到很清楚 蔣介石在二任總統 將屆滿之前 在1957年透過司法院組織法 給大法官九年的任期限制 將原來第一批他所任命的 17位大法官 通通請下台 重新任命的14位新的 加上原來三個舊的 以便去進行釋憲 讓國民大會可以繼續行使 讓國民大會可以繼續集會 全主總統 而且讓總統呢 可以不受憲法本文 連任一次的限制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 在1967年 第三屆大法官呢 幾位留任 十位留任 因為在第二屆的時候 通通換啦 所以呢 大多可以留任 所以我們在這裡 看到一個什麼事情 看到了如果讓大法官可以連任 他很容易由於提名權在總統手上 他往掌權者的意志去屈服 好 我們一下看 所以呢 你看 在這之後 第四屆 嚴家幹任命的大法官 有五位連任 第五屆大法官 由蔣經國任命有七位連任 到了第六屆大法官 李登輝先生的第二 繼任之後的首次 在總統民選之前 他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呢 只有三位連任 我們都很清楚看到 一個強人的總統 他不無一的 會趕快的 就大法官的行使 來確保他 全力在大法官 不會因為視線 來撤他的軸號 往下看 所以呢 我們從這裡看到 到2006年 陳水扁總統 遇到了陳仲謀 楊仁壽兩位大法官 因故提早辭職 我要請大家注意 陳總統有沒有就這缺額 進行提名 2006年 那時候 2003年的 四年期的大法官 八年期的大法官 都還沒有屆滿 這兩位他是屬於 四年期的大法官 那陳總統有沒有補提名呢 沒有 他抑制了總統的提名權 他沒有行使 所以他任內 2003年跟2007年 他分別提名了十位大法官 2007年他提名了八位大法官 但是立法院只通過了四位 所以陳總統很清楚的 節制了他去提名大法官的權利 好 我們往下看 所以結論 我們看到 大法官人數九人 在行線之前幾經過調整 行線之後 這17位都是由蔣介石任命 蔣介石總統在第二任 任滿之前 他新增大法官九年的任勤限制 造成了第一屆的大法官 全部都幾乎被汰除 只有三位人被重新任命 到了 這第二屆重新任命的大法官 做出了四至八十五號解釋 讓蔣介石可以繼續再任總統 連任連三任他當了五屆 所以呢 之後 蔣總統連任之後 大法官就很順啦 他的手中呢 大法官就會連 同一連任的時候 他最後半數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我們看大法官制度 嚴格九人 十七人到十五人 任期從沒有限制到九人 九年到八年 本來八年的規定就是希望說 沒任四年的總統任期 只有半數提名的機會 而且呢 大法官不得連任 不用擔心 要看以後總統呢 會不會繼續提名你連任的眼色 那總統的任期四年 當然總統如果連任 八年當中 他有兩次各提名一半大法官的機會 當然可以全部的更新大法官 我們往下看 但是由於大法官同意任命之後 他不能連任 所以縱使是總統提名的 他也可以不理會 握有權利者的關愛眼神 所以我們看到了總統的權力交錯 跟大法官制度有交錯的關係 任期交錯是要呼應著 避免大法官被總統的再次提名權所牽制 一旦任期交錯是被破壞 總統在任內有超過半數的提名權 無疑的 雖然我們說他的不能連任 保障了大法官的獨立精神 但是在爭取提名的過程 如果總統任內 四年任內 就可以有超過三分之二 超過一半或超過三分之二 提名大法官的權利 無疑的會讓我們擔心 這些被提名的大法官 是不是會讓總統的權力去靠攏 這我們往下看 所以我們看一下 陳宥友總統任內 有這麼多 八人團他在07年屆滿 有一半沒有通過 其中這兩位起早辭職 陳總統在06年也沒有補提名 然後到七人團的時候 七人團應該在2011年屆滿 在當中有一位辭職 有三位辭職 那麼這個時候 在2008年 陳馬英九總統連同的彭奉智 五位他補了提名 結果我們看一看 我要感謝一下 我們監察院的 沈美貞審監察委員 他在2013年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調查報告 這裡面總統馬英九總統 提請行政院的 立法院的資文 沒有寫到任期 但在任命的時候 他將這五位 我們看到97年 資文裡面沒有寫到任期 但是總統令的時候 寫了八年的任期 不要忘了 司法院的組織法 在2008年也好 在2010年也好 到2011年 馬英九總統他前三次 前三次的提名 司法院的組織法第五條 第三項 都是寫 繼任者 自原任期屆滿為止 沒有改變 到底什麼時候才改變 2015年 所以2015年 理論上 如果依照大法官的任期 依照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 的規定 到了2015年 馬英九總統提名的那 四位大法官才是八年 可是呢我們看到了 實際上是怎麼樣 這幾位在2016年 其中呢 蘇詠卿跟賴浩敏 他們本來任期到2018 一起辭職 所以才造成了 在2016年 蔡英文總統 因為任期叫做這被打破 所以她在 當總統第一任的第一年 就有了七位的提名權 不然按照正常的程序 蔡英文總統只有在今年 2019年 有七人團七位的提名權 所以說要說誰破壞了 誰造成了一個總統單一任期之內 有冠本身的總統提名權 我們要說 史座中長 馬英九總統 謝謝 謝謝中委員 接著請尤美女委員 主席 哈囉我們所有在場的專家學者 今天呢這場公聽會主要是在討論的是 本次的四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那他們是否是符合資格 那以及實際上是否試任 所以呢那我們知道說這四位被提名人 都學養深厚的資深的法律人 那符合被提名的資格 那沒什麼意義 但是我這裡想要談的 就是當我們要去審查大法官 我們要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我們要去考量的面向是什麼 我想今天想要從三個面向去提 首先第一個面向也就是說 市任的大法官 他應該在司法的積極主義 和司法治治這兩種取向裡面 要去拿捏平衡 那首先呢本席想要談的也就是 大法官如何在司法積極主義 跟司法治治這兩個取向之間呢 來取得平衡 因為我們知道說大法官他其實就是位在 司法部門的最頂端 他的職能就是大家所講的 他就是要守護民主憲政 守護憲法來捍衛人民的一個基本權 所以呢大法官他就必須要面對 社會的一個時態 讓這些抽象的憲法 他能夠隨著時代的一個變遷 能夠持續的適用 來消除社會運作的一個不公正 那維護人性的尊嚴跟自由 那才能夠讓憲法呢 不會只是關照大多數人的憲法 而是一步能夠活生生保護所有 人民的一個憲法 所以這樣的觀點就是所謂的司法 積極主義 他會傾向於主張大法官呢 他應該要勇敢的去面對 不是勇敢去面對 不是去迴避這些爭議的案件 那勇於擴張基本權的保障的這些條款的適用 而不要完全受制於立法者的原意 或是裁判的嫌利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們來說 大法官呢 他其實呢也要受制於所謂的司法制製 因為呢我們看到 不管是大法官會議或是未來的憲法法庭的憲法訴訟 他是呢被動的受理案件的一個機構 所以呢大法官呢他又要非透過選舉產生 所以呢有人就會懷疑說大法官的一個民主性 所以有學理上所謂的抗多數困境的這樣的一個疑慮 所以呢在大法官他不只是要司法的積極的主義呢 他同時也面對司法制製的這兩個的困境 所以呢熟悉憲政運作的人都很清楚 以上這兩種取向在憲政實務上呢 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體 而是一個光譜的兩端 那隨著不同的社會的情勢 不同個案的事實 以及不同大法官的意志呢 讓視線的結果會落在光譜上的不同的位置 所以呢本席呢特別把司法積極主義跟司法制製 拿出來談呢最主要是因為 現在面臨的不管是台灣或是各國 其實呢司法會面臨到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議題 譬如像前一陣子的同婚的議題 今天呢正在辯論的連改的議題 或是剛剛這黃帝律師所提到的民主皇位的機制的議題 那這些的議題 他其實都是一個政治性的議題 但是他也變成是一個法律的議題呢 跑到大法官面前來來要求他判斷和見性 所以呢這種世界的都出現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司法政治化的一個時候 那這是大法官呢他所面對的一個難題 那面對同時具有高度的爭議性 政治的爭議性跟法律爭議性的案件 那大法官要怎麼樣來正確的行使他的職能 來獲得人民的信賴 那就必須要以法律的方式 而不是用政治的方式來回應這些案件的法律的爭議 但是這些案件畢竟不是只有法律的爭議 他仍然帶有濃厚的政治的爭議 所以呢大法官如何去謹守這個分寸 在司法積極主義跟司法治治這兩種傾向之間 去取得平衡 並且透過說理來讓人民知道 不管結果最後是偏向司法積極 或是偏向司法治治的哪一邊 但是都是用法律的方式來處理爭議的案件 那這也是呢將來大法官呢 他是不是市任呢所需要努力的一個課題 那第二個面向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大法官是應該要任意來仰賴社會的科學 跟行為的科學來理解社會的現實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大法官在處理案件 或是解釋憲法的時候 他除了做了法規範面向的論證以外 同時呢他還要適切地去 準確地去理解社會的現實 那你怎麼樣去了解社會的現實 那大法官其實他就不需要仰賴社會的科學 行為的科學 以及呢其他跟人有關的這些的科學 那幾例來講呢在1954年呢美國的最高法院 做出了這個所謂的隔離但平等的這個原則呢 他們把它終結了 那終結的一個理由就是在 Warrant大法官他認為說光是隔離措施的存在 就足以讓非這個非裔的學童呢認為自己不如白人 因而阻礙了他們的學習 所以呢隔離但平等呢其實本身就是違反平等原則 那這正是呢就使用這所謂的心理學的一個實驗的結果 那台灣之後面對的其他的事件的案件 其實是會越來越多的牽涉到平等權的保障 或是呢這個affirmative action 或是案件的核線性的判斷當中 例如說平等保障不足公共利益 或是手段跟目的之間的關聯性 或是最好最小侵害原則這些領域 那這些呢都不需要透過立法政策 都是要了解立法政策的社會效益跟成本 那去了解這些呢就必須要透過各種的行為科學 社會科學跟與人有關的這些的心理的方式呢 來了解 那當然我們也期待大法官能夠善用所謂的 鑑定的制度跟法庭只有的這個制度呢 來讓不同領域的意見能夠參與視線的一個過程 那本席呢認為是這樣的大法官 要好好回應社會的一個正確的方式 那第三個面向呢就是大法官呢 當然應該要有意識性 當然可以有意識形態 但是呢是這樣的大法官 必須要用法律的方式來工作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你只要是一個人 你不可能說你沒有意識形態 所以呢你有意識形態 那你這些的意識形態呢 就算是大法官對個別的意見 有強烈的政治的意見呢 但是你都還是必須要依照法律的架構 來做視線的工作 同時也要把政治爭議跟法律爭議的案件 用法律的方式來處理 那本席認為一個大法官在被提名人呢 他實質施任的底線 也就是呢 不管你是哪一位總統提名 到底你是進步派還是保守派的大法官 你都必須要用法律的方式來處理 具有政治性 或是法律性的爭議的案件 那大法官他不可能沒有意識的形態 所以如果認為大法官只是靠意識形態 來決定案件的結果 那真的就是只有侮辱大法官的獨立性跟自主性 所以幾個案例來講 被川普總統呢 所提名的上任的大法官呢 尼爾格斯斯他在意識形態都被分裂了 是超級的保守派 那確實他在大部分的案件 也都是傾向保守派的一邊 但是在今年五月的一起 華耀敏的這跟 庫蘭的部落的這個爭議裡面呢 他反而跟四位自由派的大法官站在一起 那當然很多的法學家推測說 顧斯斯爾奇呢 他大法官是因為他在第十 尋回商務法庭工作的時候 接觸了大量的印第安部落的案件 所以讓他對於部落呢 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跟同情 所以呢 他會採取比較自由派的一個觀念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仍然是重規重規的在他意見書裡面呢 用法律的方式來處理這樣的一個爭議性的一個案件 所以呢 這就是呢 當然大法官一個工作的方式 你重視意識形態影響大法官認識用法 但是大法官你還是要尊重法治 用法律的方式來解決爭議的案件 那本席呢 希望所有的委員在行使人事同意權的時候 反而要抛開既定的政黨或政治的傾向 好好去檢視大法官被提名人 他具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跟意願 來維繫我國的法治與人權的一個保障 也就是說他能夠具備第一個 他是不是能夠在司法的積極主義跟司法治治之間 能夠去拿捏平衡 第二個 他是不是能夠善用鑑定的制度 鑑定人的制度以及法庭只有的一個制度 然後呢 能夠去仰賴社會的科學行為的科學 以及呢 與人有關的心理的科學等等這些 來作為符合社會所期盼的這樣一個判決 那第三個 每一個大法官他都有可能他有個意識的形態 不管他的意識形態如何 他都必須要用法律工作法律的方式 遵照法律尊重法治的一個精神 來作為合理合憲的一個 做大法官會議的一個解釋 以及將來宣法訴諾的一個判決 那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 尤委員 審查小組詢問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最後一個程序 請專家學者針對剛剛各位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 提出綜合答覆 有意大 有意大